我們要怎麼樣五本書部分要讓他可以切頁 比如說類似像這樣子 可以讓他下一頁 下一頁下一筆下一筆 這個地方是用程式寫的 不過我們第一階段我看我們先 用頁面切換的方法 這個頁面切換的方法前面講過 那首先呢第一個他的頁手是新書介紹 所以每一頁的頁手你全部都把它貼 新書介紹就好了 那在新書介紹上面這個左右各有一個什麼 上一頁前面加一個其實這個就是一個button按鈕 然後有一個上一頁反正如果你是 Page1就Page2Page3一直到Page5Page5最後呢 再回到Page1 就會有個cycle就是一直一直不斷的OK 然後再來就是說底下的部分 要稍微改一下 你會發現他這邊還做的蠻細的 如果首頁跳到首頁就首頁 跳到新書介紹 換什麼 新書介紹要怎麼樣 要換個顏色 那這邊又恢復到原來的顏色 關於的話呢也是一樣 就是說這邊要 不過這個地方 沒什麼差別因為跳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 把這個五個頁面做上去 第一個當然 我們來看一下 切到 我們這個頁面 第一個就是先輸入什麼 新書介紹 第二個內容部分 請各位把他delete掉 然後呢放一張圖 那放圖之前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index index裡面 其實這個地方往上拉 拉到哪裡 往下 大概下面一點點好了 大概在37行 往下應該是 46行的地方 其實46行 這邊就是一個array 一個陣列 也就是說 他 會有兩個陣列 一個陣列是黨名 就是這個黨名 對應到的是什麼 這個書名 有沒有 這個黨名 對應到這個書名 那如果用程式的方式來做的話 第一個 你要有陣列的概念 陣列就是反正 一個變數切割成好幾個區塊 那他 都會有編號 編號從0開始 這個是0 這是1 這是2 3 4 所以是012 5 7 8 9